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人是谁 我看得到清理座 好些 知道怎么办 你也吃饭 是 我也 其实 大家好 是我金家人 金家人港人 and 港市 这段片不讲都不行 看封面就知道我说谁 不是我想说他 是他自己又出来 没错 是林作想拜师都不成功的李隆基 其实我一早已经说了 4月16号前后 他就会出现 我都说了 我预计了一定会到时到后就说他 不过没想着这么快 现在其实就是前两天 我出片的时候就两天前了 就是梁思浩就弄了新的频道 叫做娱乐很好玩 我不知是谁投资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频道说什么 我只是知道有网友爆料给我 李隆基就大约在这个节目三分二时间 但就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就走了上去 不是吧 这家人我又中 有没有搞错 我原先以为他就会去探监 或者打电话给记者就跟他说 我很担心啊 我不知道我老婆还没结婚 我爱人他会怎样 我以为他是郭同情哭哭哭 但是不行啊 他说过不会再接受记者访问 说说黄青霞的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啊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李隆基会上梁思浩的节目呢 还要开山名义 应该这样说 开中名义 不是开山 开中 就是我觉得他是开山祖师 什么意思啊 他是老狐狸的开山祖师 一开始 梁思浩就已经说了很多东西 我是看了这个节目后半段的 其实很慢的节奏 但是我也要看 因为我要自己整条片讲出来 李隆基他的真实目的 所以 梁思浩一开始就说黄分暖 一开始就说 哎呀 借平峰和黄飞 哎呀 赌王就和她的老婆 什么意思啊 恋爱没有年龄的界限 其实没有人比这件事 其实 但是呢 就很有趣啊 梁思浩就不停就把李隆基和黄青霞 又带回去黄分暖那里 很奇怪啊 全香港现在讨论的就是黄青霞 他现在使用假学力假文件 过期居留嘛 是不是啊 那你无端端又将 他们的事回带 又想再拉回去以前那个轰烈的爱情那里 你没什么啊 大哥啊 就是 这条片呢 有我自己的论点 和看法 不过大家呢 就听我说之后呢 可以去他这条视频那里看 不是看内容啊 是看留言啊 是看娱乐很好玩的留言啊 好搞事啊 那我真是 把我自己抹下了的记录呢 和看法呢 原封不动就说一次给大家听 真是 老实说我很吐心的 李隆基一出场 就看得出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呢 就摆到明和主持人 梁思浩呢 夹了 就是夹好了 这件事的方向和论点 是有他们的预设说法的了 那他们所说的东西呢 全部都是围绕 爱情 所有东西呢 都是对李隆基是有利的 黄青霞那边呢 那些假学历啊 那些假礼物啊 所有一个假字的东西 全部轻轻赖过的 好了 那一开波呢 其实我很有兴趣听 真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梁思浩说自己的东西 老人确实说啦 李隆基这条仆街啊 我做了他这么多集啊 就是他隔着这条尾 我也知道他想怎样啦 是不是呢 他想得来这节目呢 摆到明就是流浪不够了 又上来自吹自讽的了 肯定的 是不是呢 但是呢 梁思浩呢 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 他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他不是大我很多年 十年八年而已 从洗米华的时候呢 我小小就看他 那好了 那梁思浩呢 就很搞的 用他自己的事呢 不停去勉励和 比喻 李隆基的经历 喂 哪有得比啊 我真的笑了出来又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呢 李隆基呢 就不停地听 不停地惊讶 眼睛都凸了 因为我怀疑他根本就不关心 梁思浩呢 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那时候李隆基 2001年呢 他可能就是关心 就可能回国内玩女人 我估计啦 不可以这么说的 那我就是这样呢 就是误猎人的 可能怀疑和疑似 不过我想都是 我这个人我真的不给他面子 那好了 那梁思浩就说出当年的事 我是知道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些年纪人 就跟得好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无端端就被人截停了 刮了三巴 然后呢 他那个 京王和京方 还没停的时候 很短时间之后又被人约了 去出席一个洪门宴 那之后又怎样呢 这件事其实没有峰回路纯 大家都估到的 就是 当时的法律也叫做公义 公正 虽然也是权贵华士 但是 容祖宜 和当时的捉总主席 康宝区 是被拘捕的 大家要听清楚 是被拘捕 不是协助调查 大家可以找回当时的新闻 那我也找回 那我就帖出来给大家看 那我也很记得一件事 就是搞到梁思浩 TVB份工又没了 就因为他扮了容祖宜这件事 被人掌握 然后就没了份工 他很伤心 因为他没有想过离开TVB的 其实那时候我都觉得他很惨 然后又怎样呢 他人身安全就出现问题了 当时那些警察 他其实都在这个节目里面说 这件事是真的 他没有说谎 一 就是改名换试 搬去另一个国家居住 二 直到上庭 就让他十几个警察二十四小时保护 当时究竟是警察挽救他 还是怎样呢 就是他好像就 一个政客一样 人身受到保护 还要住这个什么 安全屋 三个都不让他换 我其实当时是有点怀疑 警察是不是有份挽救他 很坦白说 喂 他最多都是被那些有势力人士恐吓 还有就是叫做很少的伤害而已 不是去到这样吧 是不是你们 就是当时的铺铺 是不是都想吓到他上庭 不敢胡说 那么到最后呢 这件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总之容祖宜就没事的 还有挖你几巴 你罚得有多严重 总之就是这两位人士 容祖宜 还有就是捉总的主席 其实是保释后审的 到最后一件事就当然 有钱就使得鬼推磨 就打脱了 不了了之 如果不是容祖宜后期就怎么会这么烘 好了这些 都不是娱乐事件 坦白说 伤人案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个人 小时候的时候 都挺同情 和欣赏梁思豪 因为他很敢言 但是他在这个节目那里 哎 我真的看到我人 帮李隆基宣传一下 混淡风轻 就是有没有搞错 我知道 他可能心底里面都是用情感思维去做这次节目 判断这件事 但是这样就不行了 我一句都不是黄青霞那些罪行 有没有搞错 对不对 嗯 那么好了 一模一样的感觉 他云淡风轻的 他又不用坐牢 坐牢的人都不是他 是他老婆 不停地说 老婆 你结婚了 你说你是Honey Darling 都没所谓 我做了这么多 你的影片 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 等他出家才和他结婚 我都听了多少次 三年前开始就说 人家是老婆 三年之后还没认策 李隆基才这么好意思 说出来 你不认策你也先放酒 是不是 现在人家坐牢 又放不住酒 以前的社团 烧个王子都兄弟 对不对 那你现在怎么办 你不是整份东西 在记者面前写一份 我同意他是我老婆 簽个纸做过形式 被王青霞簽个纸 就当是 因为这样有机会 是有法律责任的 所以李隆基就不能做 这傢伙 老实说 我直接说他 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呢 我不是这么客观评论 我怎么客观 全香港都知道 不是我一个人不客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梁思浩的留言 真的 我后面也会读的 好了 梁思浩一直问 李隆基是不是 有他 同一样的感觉 李隆基其实真的答不出 真的 我会重复又重复 他当时有反应 我会截了那条片 希望不要忘记 李隆基也答不出 强行话 头一星期 跟他的感觉一样 你都很牵强 是不是 你被人打破了 老婆 是预期居留 又用假文件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当时是穿着一身名牌 然后就说 我爱他 我对面发誓 他没欺骗过我钱 我以前这些片 做得最厉害 就是说你 五万多view 我屌你 好了 你说完之后 怎样 就像你说的 一个星期之后 没什么 如果你不是被人打破了 穿假名牌 我怀疑他那时候 还会继续演下去 因为怕辣到身 那时候 其实他的破阵 就是穿了一件假名牌 他才可以收爹 因为那些人开始查够那些东西 其实后面就没什么人再说他 我说而已 是我查过他的 搞死了自己的儿子 搞到第二任的老婆难产 大家可以看回我的片 好了 梁师傲就叫李龙基不用害怕 我听到这里 我真的忍不忍着笑出来 他都没害怕 不知道多开心 风流快活 我屌你 他说得明白的 说明不会再利用王星霞去宣传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一忍 公开继续说 好了 我也想问大家 究竟李龙基要害怕什么 真的 我听到梁师傲问了这些问题 其实他很多人支持他 以我所知 但我觉得他问这些问题 真的很无稽和弱智 他坐在你旁边 是不是 又从来没有去过 进去坐 高又不是高他 他怕什么 你是不是想暗示一些东西 你怕什么 你大家有时间兴趣 我去看看 不要看之前那些 只看这里 我看大概1.25速度 受不了 因为梁师傲答非所问 又问非所答 流程很慢 所以他较快速度 你问那些问题 完全不是这件事的核心问题 全部都不说 我也不知道 你找李龙基上来做什么 我是不明白的 好了 接着呢 李龙基最好搞笑 他的节目有一个通灵大师 李龙基就跟那个不知什么的通灵大师冠军 互套高帽 好像无线不知哪个电视台 之前搞了一个通灵大战 就抄俄罗斯这个节目 就很厉害 我有看过几集的 好像本来大业会的新心灵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后期失陈 就输了 但真的 很厉害 那节目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吸引力 好了 这个原来是冠军 我不知道是第几届 总之呢 他就说 李龙基就跟那些老婆 就有不知什么观充 好搞笑 老实说我真的不懂这些 他们的新心灵或者玄学 这些我不觉得是真的大师说的 最搞笑的是 你见到李龙基了 那你跟他算过命 聊聊天 你应该看到李龙基的头顶 印堂发黑 或者有一些冤鬼前身 有这样的机会 那你为什么不算一下他当时 搞到自己的第二任老婆 儿子难产死了 他去亲生的 那你为什么不算一下这些东西 这些是真人真事 只不过那些人不敢说 只有我敢说 大哥 这些是因果问题 对不对 有因必有果 现在他 说真的 我都不觉得 他是有什么差的 风流快活仍然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那个通灵大师真的没什么了道 不要介意我这样说 因为 还跟李龙基说 你的命很硬 你的命生得好 你有福报 我听完 我真的觉得很可耻 我真的要你了 不要介意我这条片 那么多初后 因为我很难 完全用理性思维去说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在这里 无论 不是开玩笑 我是很认真的 好了 这件事我下一部分说 我真的忍不忍住 真的想吐 李龙基 还要在节目里面 和梁小路说 我不理人怎么看 总之 我告诉大家 我很爱我老婆 我屌你了 你都没能够结婚 用什么东西老婆 真的不懂得写这个丑字 还想把这件事延续下去 好像我们的网民 或者全香港人 好像忘记了 我们全部脑紧塞 王清磊现在其实在外面 他不是坐牢的 他4月16日出庭的 在哪里出庭 在家里走过去的 大哥 你爱的老婆现在坐牢 还没结婚 你是不是失调 好了 最好笑是怎么样 那我们不停地在胡粒糕糊糊 在那里说一下这个 又说一下那样 东拉西扯就死都不肯说 重点 突然 阿龙基 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个关节位那里 好像要交气一样 我怀疑这些情节 之前就已经夹定了 是不是 我开始这样说 无端端 小声 就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给梁小路听 他就说 我啊 那次去探他 他是谁 当然是黄青霞 他跟我说 原来他以前捐过官的 我一听 捐什么官 我以为就是说 以前那些狗品芝麻官那些戏 周星馳那些买官 捐官 就是他路 又不知道怎么样 就拿个官法来做 那有什么用呢 老实说我不懂这些东西 好了 接着 梁小路就很大反应了 又好像交气一样 又说 这东西好 又很福报 好像万能的比法律强 他说得很搞的 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捐官赠廉 捐官赠廉 听上去好像做善事 那我不懂 那我就上网查一下 接着就找到一句 古云 就是古云有云 捐食让人充饥 捐衣方便人避寒 捐官 使人安葬 那一刻我明白了 就是一秒想通 什么意思呢 原来就是有些人 死了之后 是没有人帮他搞身后事的 我身边真的认识一个的士司机 是我的客人 如果看到这条片 应该他就会猜到我是谁 因为他跟我说过 他这一生人捐了很多次官 不是一两百那些 是几千元 又帮人搞身后事 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车友 就是他开的士 有些人的士司机 其实真的没人没物 这些人就很有善心 我当然希望善友善报 其实现在你只需要打 捐官这两个字 木指边做官 好了 接着就会弹出某些慈善机构 之后你直接可以输入那些钱 然后就想做善事 这个不是买熟捐 如果那些人 真的收了这些钱 去帮助一些走了的人 死了的人 然后搞身后事 确实 很好 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好 但是 好还好 做善事还善事 梁师傅一听到李隆基说 黄青霞 我不会叫这个女儿 是李隆基的老婆 我真的说不到 我真的想吐 你明白吗 梁师傅一听到黄青霞曾经捐过官 那就厉害了 那现在黄青霞又变成了性女 很好笑 那又怎样 就是说 现在你只要捐过官 黄青霞就没事了 那捐过官的人 他的权威和他的能力 他的人设都会凌鸽了现在的法律 唷 他是这样的意思 我估计和猜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没事的 不停地说 黄青霞4月10日就会放出来 不是吧 梁师傅 究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样的 就算他放出来 他也会被人戒回大陆 怎么会没事 所有 黄青霞这件事 法官的判决和往后 我们都已经猜测过 起码三年 就算是从兴发落 都要坐两年 坐足那只 怎么会没事 别搞笑 如果真的 他出来 回了国内 他那些行使假文件 他都可能被人控告 有机会在国内都要坐 除非你有 有势力的人士 红色的 就帮他打点一切 这些就看起来 基哥究竟想救他 还是想害他 是不是 李隆基反口复杀 就不是第一次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条片 我先说了这么多 下条片 就继续说下去 拜拜 我老婆也跟我说过 我跟我说过 上个C号的节目 原来他当年也有捐过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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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这一段 我给你希望